大家好,这是绿色的帽子,世界上最酷的做菜是 这是绿色的帽子第二个春节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有霞的东西 在春节如果你多吃霞那就等于好运 今天我做的是公保霞 除了下以外你还要用腰果,辣椒,蒜,姜,白醋,酱油,太白粉 我也要用一些蔬菜像萝卜还有别的东西 中餐大部分的是用很多油和肥肉 可是因为这是绿色的帽子和绿色的帽子是一个健康的做菜式 我们不要用太多 因为如果你多吃好的食物你就会生活比较长 如果你生活比较长那就等于比较多时间去滑雪 我现在也在做米饭 因为这个是中国的食物,所以一定要有米饭 可是我用的是黑色的米饭 不但是比较有趣,而且还有比较多的口味 比较好 首先我们要把白醋寄一点点太白粉和盐混在一起 然后我们放在虾上面 虾一定要是已经出冰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我们的蔬菜,所以这里有大白菜 我们只要切起来像这样 把一个火炉开了 只要用一点点油,因为我们不要让东西拔在盘子上 盘子一定要是够热了 查看是够热的方法就是用你的手 不是 把虾放在盘子里 不要煮太多时间,只要三到五分钟 虾是红色,粉红色的时候就完了 我很喜欢吃虾,它们很好吃 好,做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放一点辣椒 还有蒜和姜在盘子里 然后煮几个分钟 几个分钟以后 在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一点酱油 还有,还有一点点糖混在一起 和在一起,像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要放蔬菜放在盘子 几个分钟以后 几个分钟以后 所以你的蔬菜是软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放这个腰锅 还有你做的酱油的东西放在里面 也可以放一点这个 最后我们就把已经煮过的虾放在里面 然后就要上菜像一个手铃一样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黑米 然后就上菜那个黑米 然后把这个放在上面 看这个,好酷 那就是绿色的帽子 第二次做春节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 你就可以看到我已经做过的东西 因为很好 和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说 所以再见 下次下个礼拜就看到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